这位酒精商场的创业劳斯基 关注我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让你的人生少走弯路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即使孩子在学校里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但是呢父母没有言传身教的话 即使孩子啊他很聪明 但是也不够有智慧 身上会有很多致命的缺点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如果我们不加以纠正的话 年轻人在未来他的生存都会成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急躁浮飘 当下的年轻人非常急功近利 不够沉稳 做事总想着一蹴而就 一劳永逸的事情 他们很聪明 遗传了父母良好的基因 也受到了学校良好的教育 但是心态却出现了问题 做事总想着这山看的那山高 到头来是高不成低不就一事无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和我们当下的教育不无关系 即使他们在学校里面受到了真相的教育 但是当他们在走向社会以后 也会受到社会上形形色色 毒鸡汤的灌输 再加上我们父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迫弃心态 那使得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不成功 就对不起家人 对不起朋友 对不起自己一样 我们要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马云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比尔盖茨的 我们不能认清自己 我们只会好高无远 急躁浮飘 作为父母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不幸 强加给孩子 不要把自己的梦想灌输给孩子 作为年轻人 我们更要知道 这个社会成功不代表你就会幸福 踏踏实实的做好事情 务好业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努力但不强求 要求但不苛求 想成功但我们不急功 这才是我们当下年轻人正确的形态导向 第二不懂感恩 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薄情 不懂感恩 对父母 对朋友 对领导都这样 翻脸比脱裤子还快 他们有智商 但是却缺少了情商 有智商没有情商 就会让他们在走入社会以后会格格不入 怀才不遇 英雄无用武之地 为什么年轻人会不懂得感恩呢 那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家庭的物质条件也变得充裕了 孩子在父母眼中由草变成了宝 父母不想自己曾经受过的伤痛再一次降临到孩子的身上 所以就会对孩子无底线的付出爱 结果爱变成了溺爱 你的无私付出就会变成孩子的无限自私 这样在他们进入社会以后当然就不懂得感恩了 他们会认为所有的人对他的好都是应该的 作为父母爱不要利爱 护不要太护 作为年轻人我们更要懂得不懂感恩 我们将永远成不了事 因为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第三不求上纪 现在年轻人父母都为其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再也不用像自己的父辈那样辛辛苦苦白手起家了 所以当他们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和不顺时就会选择放弃 变得不求上纪不思进去 因为啃老也会有饭吃啊 虽然说急躁浮飘是年轻人的一大缺点 但是最起码人家还愿意去干 愿意去尝试啊 那么不求上纪就是完全是自暴自弃 自毁虔诚了 作为父母 你要知道你可以养儿子 但是真的没有必要去养孙子 对待这样的孩子很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 不要认为自己很绝情 那么作为年轻人 我们可以啃老 但是我们却啃不了一辈子啊 自己的路谁都代替不了 第四自以为是 年轻人最后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 目中无人 我们经常会听到我爸是谁谁谁 你爸管你什么事 越自以为是的人就越证明你什么都不是的人 家境好条件好 是你努力的资本啊 但绝不是你炫耀的资本啊 那年轻人一定要记得把自己放低一点 别人给你的位置就会高一点点 那如果你把自己放的太高了 别人连位置都不会给你 那以上年轻人的四大毛病 个个都很致命 如不改变 我们将来连生存都会成问题 年轻人的这些坏毛病 导致的最终的原因 父母有关系 孩子更有关系 大家都要多听几遍 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身上还有哪些致命缺点呢 欢迎大家一起留言讨论 今天